MING PAO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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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大家好 我是BiBan的好益船 我很榮幸能獲得明日領袖獎 大家觉得领袖的定义是什么呢? 很多人将领袖这两个字帮到很大 认为领袖一定是一些大人物 甚至是一些遥不可及的东西 而因为乔先生认为人人都可以做领袖 一个人认够引领自己迈向成功的方向就是领袖 一个人认够评约自己的力量向感染身边的人都是领袖 没错,其实所有的同学都可能是明日领袖 另外,李子刚先生也提出三个做领袖的要点 第一,就是要zoom in 和zoom out zoom in 即是你要专心地做一件事 例如,你进行功课的时候就不要边做边玩电子游戏机 这样,你的功课就不会错落百出 zoom out 即是你要宏观 假如你一名时装设计师 你要将你的衣服卖到美国 现在香港兴起用丝绸来做群 美国兴起用类似来做群 如果你将丝绸裙卖到美国一定不唱烧 所以,我们要自主学习 光复我们的视野 第二,就是潜力 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强烈的力量 可能在体育,可能在艺术 不过,你的潜力发不发挥出来就是另一回事 所以,我们要相信自己可以成功 并且付出很大的努力 这样,你的潜力就可以完美无瑕地发挥出来 最后,就是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东京铁路图呢? 非常之暖 那,怎样才可以到达目的地呢? 其实,东京铁路图就可以比较成人生 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当你有清晰目标的时候 就算路再多,再缴乱都会变得清晰 这样,你都可以通过成功的道路 完成目标和梦想 好多谢学校给了机会我想了宝贵的一科 如果你下一个领袖 记住不要忘记曾经帮过你的人 做多些有意义的事,回归社会 我的分享完畢,多谢!